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怎么贪的呢 原来他有个赌博这么个不争气的嗜好 他就把别人选举捐给他的这些钱挪了一部分到自己的私人账号里了 总共挪了大家做好了是14000美金相当于9万人民币 他也就用了这其中一部分钱自己跑到赌场造去了 那么这14000美金在美国是个什么概念呢 如果呀我们拿一般中产阶层的收入来说 这也就是两个月的工资 这个钱呢当然也能买个什么二手车之类的吧 法院呢在开庭审理戴安娜贪官之前 就劝说戴安娜说你就认罪吧 美国呀这里当然也讲究坦白从宽的政策 一般呢如果你能在开庭前主动认罪 那判刑就能从轻 戴安娜的当然就还真认罪了 不过呢判决下来以后呀戴安娜还是泪流满面呢 原来呢法庭判呢是一要还回那14000美金 这没什么啊当然了 二在这个基础上呢要再被罚款14000美金 还有三要做七年半的监狱 当然呢这个是有缓刑的 如果他在缓刑期间的不犯事 这条就可以免去了 不过呢还没完还有四 那就是啊他要先蹲30天的监狱 让他尝尝蹲监狱的滋味 那没完呢还有五 他身上呢必须随时带着一个这个卫星定位器 就是GPS就是为在今后的两年里啊 确保他不能再迈进赌场的大门一步 还有六呢 他呢要在这个州的六家报纸上写声明 公开向公众道歉 而且呢还要联系到那些啊 因为他贪污而受到伤害的人 把他写好的这个道歉信号 亲手交到这些人手里 这还没算完还有七 他要做2000个小时的义工 为社区服务 那这个是个什么概念呢 亲们你们算算啊 就算他一天做八个小时义工 每个星期干五天 那他也得干上啊将近一年的时间 那最狠的还没完呢 还有第八条 戴安娜呢必须要去各个学校和民众团体组织那里啊 去不断的做公众演讲 演讲的内容呢就是啊 忏悔他 哎呀我怎么贪污了大家的钱呢 我太可恨了 就是这样的 那这个判决呢规定他啊 要每个星期做两场演讲 一共要做144场 我给他算了一下哈 照这个速度 他要不间断的做一年半的演讲 估计其他的潜在贪官哈 看到这个判决一算说 哎呀我贪两个月的工资 还得双倍的吐出来 再拼死拼活的干一年的义工 做一年半的演讲 公开道歉 这个累得吐血不说啊 今后在市面上还怎么混呢 哎 哎美国真是个万恶的旧社会 喜欢这样的视频吗 想知道我下一期介绍什么吗 如果你订阅了阅历研公众号 你就会自动收到下一期的视频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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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